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前一阵子我一直在找人商界 看有没有Intel i7 13700K或是i9 13900K CPU 再来测试一下 看看他们的顶盖有没有再被CPU扣具给压弯变形 哪知到处问都没有 毕竟这是高单价的CPU 并不会每个人都有预算买来测试用 但还好在微星的帮忙下 借到了一颗i9 13900K 可是为了借这一颗CPU也让我足足等了一个月多 因为这一颗CPU是给媒体测试使用 所以我必须等所有媒体测试完毕后才能拿到手 而且这一颗i9 13900K也经历过千辛万苦 在不同媒体的压榨测试和大力折磨下 现在由我来做一个总结 应该是再好也不过 毕竟我并没有那么多业配压力 再说起实话来也比较轻松许多 那废话不多说 快来上机测试吧 而这次测试用的主机板是把12台CPU压弯的 机家Z690LG DDR4 它目前CPU扣距没有加华氏电片使用 我直接把13代i9 13900K直上替换上去 好 完成 马上来测试这颗i9 13900K 有没有被Z690CPU扣距压弯的问题吧 那我们一样先从后面部位开始测试 哇 怎么会这样啊 CPU顶开真的出现压弯变形了 在中间CPU扣距压力点已经出现弱光线下 不妙哦 再来测试中心部位 嗯 目前看到只有一点点小弱光线下 最后是前面部位 哎呀 真的压弯变形 弱光了啊 嗯 怎么办 原来经过一阵子使用后 13代i9 13900K是真的会被CPU扣距压弯变形 哎 所以在此我也只能建议大家 如果你是使用13代高发热量K版CPU 还是多花点钱改换成CNC一提式CPU固定框扣距吧 减少长时间使用后压弯变形问题 毕竟K版的CPU都贵很多 多一点保护让它可以安稳使用更久一点 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 被各媒体超过一轮 又被压弯变形i9 13900K的效能 而使用的主机板是机家Z690LG DDR4 记忆体是使用两条16GB套组组成32GB 频率为3600MHz 液体式水冷散热器是海盗船H115i280水冷 它的散热表现等同入门级360水冷 Handar 2 SSD是W黑标SM850 500GB PCIe Gen4 连续读写有7000和5300MB每秒 显示卡是微星Gainin X3有RX6900XT 16GB 用这些等级零配件来测试 应该是不会扯i9 13900K的后腿才对 好 完成 快来测试吧 而目前测试的室内温度为22度上下的台湾冬天 首先是在IDA64单烧FPU测试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发热大户 在280一体式水冷散热器压制下 也只能撑47秒 CPU就马上飙到100度的高温 CPU功耗高达315W左右 大核可以到5.3G 而小核可以4.2G 怪了 怎么走安全保险超频路线的机家 Z690主机板 也是给到超高电压到1.3V以上 这样子280一体式水冷散热器 就完全没有压下来的机会啊 也导致接下来在R23的跑分测试结果 也只有38000多分 完全没有办法达到其他媒体实测到超高4万多分表现 但还好 在单核分处都是和大家一样 有2000多分起跳 所以如果你是买i9-13900K等级来做生产力高强度预算用 那你的360一体式水冷也是要跟着一起升级到高阶水冷版 才不会拖累到i9-13900K高效能的表现 接下来是游戏测试部分 因为这次是使用i9-13900K CPU 所以我是改换成3DMark Time Spy Extreme更高强度版本来测试它 而最后得分有1329分 我觉得如果再换成RTX4090 它的得分应该会再好一点 而在游戏实际游玩画面帧数表现 首先是CS GO 在1080P的游戏帧数大约有550帧左右 而且用280一体式水冷 在游戏中可以把i9-13900K压在60度左右 目前看起来还算蛮凉快的 接着在战神游戏中的攻击画面帧数大约能在250帧 但在多方面需要大量贴图运算 它CPU温度已经接近70度左右 也可能是CPU高温问题 我在测试2077赛博逢克画面帧数时 也都很难维持在60帧画面运行 感觉在需要更多运算的游戏 最好还是给i9-13900K 换上高阶360水冷来压温度 效能应该可以再榨出更多也不受限制 而在地皮线5 我再把画质提高到2K测试 这时显示卡工作量负载就增加不少 在空旷单纯的赛道画面帧数 可以高达160帧左右 再换到需要高运算从0赛道 又会再掉到110帧左右 这样看起来 如果你需要更高画质需求 换RTX40系列显示卡 应该会是不错的选择 那最后目前测试这一颗CPU顶盖 被压弯再经过我修正 换成CNC一体式CPU 固定框扣距的i9-13900K效能表现 感觉是有在全力发挥出来 连走安全路线的机家 下Z690主机板也狂野了起来 并没有在被压弯矫正后使用有任何效能损失 我觉得唯一有问题就是在于你的CPU散热器选择 如在游戏方面用280或是入门级360一体式水冷散热器 再配合机箱风扇散热都是足够达到它的散热需求 但换成生产力高强度运算 可能要上高阶360或是420一体式水冷散热器 还不一定能压下它的100度热情 当然有人会建议你在调低电压降点效能来使用 不就好了 如果是要这样做 真的建议买i7-13700K或是i5-13600K就好了 把多出来5-8000元投入购买更好等级的显示卡 我觉得会是更划算不错的投资 那在CPU被主机板扣具压弯变形这方面问题 为了长时间使用而最后二手转卖的好价格 还是建议换上CPU一体式固定框 可以再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也更省事一点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对13代CPU被压弯变形有任何想法 都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集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 在这里 我们下集影片 如果继续变了 我们下集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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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 我们下集影片 也复充 前集影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